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第三part的《量子疗愈催眠法》 今集的题目是《量子疗愈催眠法》 再来到《梦记一下地带》 我再跟我们的嘉宾Jofie和嘉飞谈 刚才Jofie结束了个案 我想大家最有兴趣的都是想八卦 或者分享一下她有什么特别的个案 其实可以给大家听众听一下 又或者看看会不会可以帮到大家 其实刚才我们休息的时候都谈过 其实死亡好像很沉重 我们每个人出生之后 就开始慢慢保抢死亡 而我们周围都有很多朋友可能突然离世 但她刚才有个案例是关于离世的亲人 你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Jofie 我试过一个客户来到 她爸爸过了身 她仍然感觉很悲伤 但是在这个做催眠的期间 我们见到她其中一个前世 是在另外一个地方 不是地球的地方 她的爸爸和她是同一个物种的生命体 有教导过她 要帮过她一些东西 那今生就选择来做她的爸爸去帮她 但是爸爸离世 离世去了哪里呢 我们也有机会跟高我聊天 爸爸其实现在正在做光 在守护地球 守护宇宙 爸爸跟她说 其实当你完成了今生你的课题 和你的任务之后 你会跟我一起的 都会一起做这个光 做同样的工作在这里 她很感动 其实整个过程我也很感动 因为我也有机会 帮她们对话 爸爸可以来跟她说话 她也很感动 我也都感觉到她们很多的爱在中间 感觉到爸爸给她的爱 我想其中一个挑战 做QHT的操作者 做我们这个療癒的工作 是我们要 因为实在有很多感动的位置 但我就要很neutral的 因为我要继续下去 有时候有眼泪我都要忍住 或者有些我真的很感动 即不能有情绪的波动 不能太波动 是的 是的 但也有实在有很多感动的位置 那个地方 那个客户流了很多眼泪 我也都暗暗地流了很多眼泪 因为其实 好像你刚才所说 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是开心 把心打开 如果你作为一个療癒师 你的心当然更加开心 那你怎样会感受不到 当事人或者所有的情绪 其实我也有点想说 我们从小到大 我们被人训练 训练 因为我小时候都哭 被我妈妈 爹地 所有人 不要哭了 很烦 那我收声 即是不断 就算今天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都叫人家 不要哭 不要哭 男儿有女 不轻痰 千万不要被人看到 那其实 流眼泪是弱者的表现 是的 其实眼泪 是一个释放情绪的 好好的工具 是的 非常之同意 所以在我的工作室里面 一定会有很多的 Tissue 还有我每一次 和客户开始聊天的时候 都会 释得很近 还有跟他们说 其实 流眼泪是非常之好的 我们不要管一般 我们约定俗成的想法 流眼泪是怎样 流眼泪是一个 非常之好的释放的方法 有情绪 有得去流出来 不要去隐藏 不要去hold住 所以其实我们 流完眼泪 很多时候小朋友 或者怎样流完呢 他就会睡觉 是 因为释放了 释放了很多能量 是的 好像一个水塘 放一些太污足的水 之后 你就可以休息一下 你有空间 休息有什么好呢 因为充电 是的 休息就是充电 令我们重新出发 是这样的意思 有好的能量 我们将一些 比较负面的能量 排放了出来 或者负面的情绪 透过休息 我们又可以重新充电 是的 其实睡觉 就好像 我们其实去了 另一个角度 应该这么说 是不是去了另一个角度 其实那个角度 就是给我们去 做一些整合 療癒 所以很多人常常说 我不睡觉 我不行 我有很多东西做 尤其是现在香港人 喜欢打机 上WhatsApp 其实睡觉 睡觉后 实在有太多可能性 我试过有些客户 睡觉 在外面之下 我可以跟他们说 睡觉后 她是Council的Member 这是什么Council 什么议会 就是帮助整个Galaxy 整个宇宙 整个宇宙 或者多层的宇宙 去维持秩序 去看如何改善改进 或者找一些新的星球 如何做 所以她其实很忙 晚上睡觉的时候 大家都是银河守护队的同行 是的 但是她也很有趣 她今生 其实她是成年人 多年长 但是她从来没有拍过多 也没有一个女性 但没有一个异欲要拍拖 或者结婚生仔 那样 她那份工作 也是做了很长的 比较舒服的 不是太大压力 也会做得很好 是的 那我说 就是要有这样的设定 令到她 不用日间用得太多的精力 是的 不想太过 奴虑 是的 豪选她 因为你知道 如果要打理一个家庭 去找小孩子 其实真的是挺大的挑战 是的 所以就有这个设定 其实也挺有趣的 其实我们阻路 或者这么说 邏輯性思维 很多事情 我们觉得 所有事情都要计划 但是其实你的剧本 你只要写一部份 有其他的自己 高我去 再继续帮你 写你的剧本 其实也未必可以这样说 因为高我都是你 都是我 但是我未完全 这一刻 未完全这一刻明白 只不过是你那个 逻辑或者你那个阻路 如果真的 刚才我们说冥想静心 如果真的可以放下 我们这个要控制的需要 那 用需要来的东西 去有这个相信的话 那就是一般人 叫做go with the flow 就是随着这个流去 顺着这个流去 顺着这个流去 那些事情 就更加可以自然地发生 对了 我们叫做顺着来 一路顺着来走 顺着来走 随缘 随缘 但是很难 因为其实我们习惯了 很有计划 和商业上 我们有很多规划 然后去实行 所以就搞到我们很多人 情绪上 精神上 都有很大压力 其实你说难也行 但是怀疑也行 我以我自己亲身的经历来说 我以前都在一个企业的环境 那里 什么都要计划得很妥贴 要达到目标 是的 压力很大 要求很大 我以前永远都为未来计划好 从来不会 因为未有新工 就离开旧那份工 是很多这些东西 但是2009年至到现在 都未够十年的时间 我已经都很大很大的转变 我可以很放松地 有些东西来 比较多 跟自己的内在智慧去联系 是的 那 就算今天上来这个秀 和大家聊天 也是 我没有计划过的 也都没有去找 或者我要这件事的 来到我感觉良好 那我就会来和大家分享 那我的经历呢 过去那麽多年 就是顺着走 是最好 最舒服的 现在的我是真的 真的比以前开心了很多 平衡了很多 一切丰盛了很多 那记住 丰盛不是一定是钱的丰盛 钱是其中一样的丰盛 开心啦 Havens啦 是的 身体的健康啦 朋友啦 可以帮到人啦 而你帮到的人 他再继续去 发光发亮 再将这个光 或者亮去分出去 再将爱分出去 是 多正面地帮助这个世界 是的 那其实 我都想再八卦 再知道多些个案 分享 那其实 譬如很多人 很奇怪 一见如故 是 很多人都说 我和你 一见到你 我就觉得很亲近 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大家都不需要说话 我只见到你的样子 或者你的气场 feel到你在周围 我就觉得很安心 很开心 其实这些情况 在你的个案里面 有没有解释 常常都会出现 但是都会有可能是不同的原因 我立刻记起一个case 就是有一个朋友也是这样 他说他在健身的地方 认识了一个教跳舞的老师 这个教跳舞的老师 其实是异性 但是比他年轻一半 他的感觉 他不是被异性吸引 那种觉得很被他吸引 但是一见已经觉得 和他很亲近 虽然只是普通朋友 但是觉得很亲近 好像家企人 总之就觉得很亲近 但是很奇怪 因为他们都是一个 就是普通朋友的关系 有时会联络 WhatsApp 但是他自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如果 他WhatsApp 给这个跳舞老师 而他没有立刻回覆他 他会很生气 但是其实对一般人来说 小事到不得了的东西 而且他给人的信息 都是很简单 大家都是忙的 没可能马上 是的 譬如你吃了眼了 那么简单 人家在做事 教跳舞 我不会回答你 他又会很紧张 而且觉得 为什么你还没回答我 为什么你还没回答我 而且会自己很不开心 他觉得很奇怪 而且会经常想起他 但不是爱慕那只 只是经常想起他 觉得很奇怪 究竟怎样呢 透过催眠的过程 我们就了解了 原来这位跳舞的老师 是在他两个前世里面 他们两个都是夫妇的关系 在其中一世里面 这个跳舞老师是他的丈夫 他是做那个太太的 而这位跳舞老师 在那一世 作为丈夫 是经常觉得自己好 自己对的 一切都觉得自己对的 经常会吵架 爭吵 但永远都是要 我对我对你错你错的 今生他很想要一个 这一个人的道歉 他只是想要这个道歉 就是因为那一世里面 他很不开心 和他度过了夫妇的一世 其实明白了 都会和他一起做一些原谅的工作 其实他根本真的不需要 前世 今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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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需要问那个人 那个道歉 是啊 也都要明白 就是好像你刚才所说 我们每个人是有个剧本的 剧本也是自己选 因为剧本完全是 关系我们想学的课题的事 那你选择那个剧本 是有原因 有课题你们之间要学 那其实 in a way 你也要感谢那个 整天觉得自己很厉害 適合那个老公 因为可能是他 不是可能 我坚信一样 就是为什么他会 作出这个角色做这件事 做这件事 对 你们之间是有一个 有一个好像合约 这样的 他要带一些学习给你 你要带一些学习给他 他只不过是做得 他的角色非常之好 帮他明白了这件事 不单止原谅了他 甚至可以感谢他 作为他那一生的老师 那完全没有了这个需要 是啊 其实都挺对的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 大家都说 我前世欠你什么 我今世来还 或者说 我跟你有很多 因缘业债 大家很多不同的角度 从小到大都听了这件事 我前世欠你 这些老老 或者是我来还债 其实我也想趁这个机会 趁Jovie在那里说 其实我们不可以说 那些是一个债 其实只是一个经验值 大家有一个经验 因为之前我在前几集都说过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好像打机 其实我们不断在那里 存这个经验值 你要记住 我们有一个很高智慧的 身体 就这么说 形体来到这个地球 无论你信不信 有外星人的理论也好 当然很简单的宇宙 就不是只有地球 其实每个人都是 有不同的剧本 去学不同的东西 不同的经验 最终都是带领回我们 如何去爱 和分享这件事 所以你说旧 只是他可能 以前那个人的剧本 演得太好了 他太真了 就是他最佳男主角 令到你觉得 他简直是 逼迫你得很辛苦 或者会是这样 又或者是这样说 很多时候 我的客人都会问我 关于叶这件事 Karma 是究竟怎样呢 一般的想法就是 叶就是要 你作了叶 你就要被罚 是的 其实Karma 真的不是要punish 不是一个惩罚性机制 不是要惩罚的 只不过 就好像现在的人 拉了去监狱 那样 监狱其实呢 英文名叫correctional service 其实叫改正 只不过 要你学习的 并不是要惩罚你的 而怎样造成这些业 人生真是一台戏 一个大舞台 每个人有他的剧本要做 只不过 当一些人入气太深 抽身不到 即是历史上有阮灵玉 有其他 Heath Ledger 他做那个小丑 Batman的时候 很多人因为抽身不到 仍然带着那个角色的情绪 太入气 是的 就觉得你负了我 我不可以原谅你 我怎样我怎样我怎样 有些痕痕 一些要怎么要怎么 是的 反而那些呢 才不可以容量他们 真真正正正学习 他们要学习的课题 所以才一号要回来 要再回来 要再回来 转世 因为他们未学到 例如我们 form 5 不合格 不倒业 都要留班 是吧 其实就是回应你刚才说 教静心 静心是教我们 放轻自己 放松自己 同样地 如果你是保持了 太多这些不愤怒 或者负面的情绪 或者负面的情绪 不要说正负 我只想说 他可能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能量 这个能量比较沉重 简单说 譬如这个愤怒 恐惧 憤怒 憎恨 那些呢 其实你保持在你的气场上 就算你转世 我下一世再做一个BB 其实你都继续保持在你的身体上 而你是放松不了的 如果你是拖着行李箱走 那你怎样可以游走你的人生呢 我怎样去环游世界呢 其实跟你刚才正心的理论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保持了这么多东西 我们怎样可以有清晰的思绪 做出一个明确的决定 其实是否可以这样说呢 Jofie大师 千万不要这样说 千万不要这样说 当然是可以其中一个这样的说法 但是我始终都相信 每个人都是在自己最美好的阶段 甚至你刚才说那些 对一切作出很批判 很憎恨 很多愤怒的情绪的人 他都是在学习中 都是去自己选择这个设定的 因为他都要经历这些东西去成长 我们最重要最需要做的事情 只是做好自己就够了 不用管别人那么多 有一些我们不明白解决不了的 真是跟我刚才所说的 高我的建议 把一些爱送给他们就可以了 那我们做好自己了 明白 那加菲你作为这个 我可能之前听过少少量子疗瑜 催眠法 但是你今天第一次听 那其实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想Jofie和你分享呢 其实我现在听到那些 最初第一阶段 我觉得这些东西很抽搐 但是透过你刚才说的那些案子 我就感觉到其实你是一个 可不可以这样说 是一个心灵的治疗师 可以将平时我们完全理解不了的东西 帮我们带入一个比较清晰的状态 让我再深入了解自己 从而可以令到我做我 我本身的我做得更加好呢 当然可以了 因为其实最强大的疗瑜师 是每一个人的自己 一般坊间喜欢用疗瑜师这个名字 如果大家有机会上我的网站看看 当时马来西亚日本雜誌 有跟我做过一个访问 我也有说过 其实我喜欢称呼自己 做一个协助人 协助人 协助人我不知道怎么说 但是我好像帮你手 去连接你自己做个人 因为到最后最强大是你自己 帮你去认识 知道有这个连结 在我学习新心灵 那么多的课程 自己自我成长这个道路里面 好像学了很多东西 但不是每样东西都适合我的 也都遇见很多老师 也都不是每个老师 我觉得好像我对着 Dolores Cannon 有这么拥弱的感觉 我自己的经历就是 我会比较喜欢那些 我们叫做Empowering的老师 因为都是把这个权力 这个power给你 而不是你一定要来找我 因为我是大师 我又聪明一点 我又是Guru 我又怎样又怎样 你要一直来找我 绝对不是 你帮我发掘我自己 那是最重要的 我就是好像打开门的人 但是你愿不愿意走进去 最后都要你自己决定 这句很重要 我相信很多人都应该要 有这个感觉 是的 很多坊间很多方法 都已经放在你面前 但我愿不愿意去 走出这一步 而且你走进去 走出这一步 走过那门 不代表end of story 是另外一个风景 你要自己努力 譬如那个山很漂亮 你都要走才能上山 看到更漂亮的风景 你只坐在那里 嗯 我知道了 可以了 那你永远都会在那地方 那是需要自身的努力 明白 其实这个真的很重要 因为坊间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就是我是什么大师 我是什么大师 但是呢 以前这么说 舊式或者舊一点的一套方法 就会是你有什么 你就来找我 我是大师 就是反过来 都是另外一种 我们将我们自己的权力 又是下放了给另一个人 可能那个大师 真的会有很多不同的智慧的 开悟 开悟 指引给你的 但是反过来 仍然我作为 我有问题 我只懂得去找大师 仍然都是不记得 不是自己去解决那个问题 不是连结自己的内在智慧 就是好像刚才Jofie那样说 其实大家都知道 其实比我们想象中 是更加强大 和有智慧 所以其实每一个人 在寻找生命的方向 其实我也想分享 就是 无极限地带 其实我不是宣传 希望大家去找到一个方式 是进入那个方式去连结你自己的能量 的power 那才是最智慧的方法 最简单化自己的方法 没错 Jofie可以给你很多不同的建议 或者我又可以给你很多不同的建议 但是我们的建议 未必适合你自己 是的 因为每个人的路都不同 其实很神奇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不同的优点缺点 要学习旅程 所有人的剧本都不同 你不可能在Jofie的剧本里面 可能我有少少少重点 但是始终都不是 Jofie不是我 简单地说 其实你可能会有想 Jofie学了这么多 为什么特别选择这件事 你这么醉心 这么喜欢做 也是因为这个方法 是帮助每一个客户 连结他自己强大的部分 是由他自己 告诉他自己 答案 和需要做什么 而不是另外一个人 告诉你 我看到你什么 我感觉到你要怎样 我感觉到你现在怎样 你又要帮我怎样怎样 那你要做些怎样 绝对不是 在这个过程 更加把这个权力给你自己 并不是另外一个人 很强大 你要经常去的 所以整套 不单止他很全面 很帮到客户 也都完全是很吻合我的理念 就是因为每个人 都是自己最强大的疗愈者 我们也有了所有的内在智慧 我不是要听其他人说的 我要听我内在智慧说的 因为任何人对你说的 一定有自己的测量 因为他有自己的信念 有自己的知识 有自己的规范等等 他想出来的东西 说出来的一定会 真的透过自己的测量 那里出来 所以每一个人都真的要有 英文叫discernment 其实就好像判别的能力那样 看一看是否感觉良好的 或者感觉好像有点奇怪 虽然那个人赞到自己很厉害 又说自己怎样勁 但是真的 如果我可以只是给一个建议大家 用心去感受 跟从心 因为心的感觉才是你最佳最正确的GPS 并不是脑子 并不是其他人说的 明白 甚至很多时候我们都可能要 这个人很厉害 其实他是我的偶像 然后就不知不觉地 跟了偶像的方向 他什么都要跟 跟跟跟 但其实是 是否适合我们呢 可能你想跟的那一刻 那部分 可能你真的需要的 你的内在智慧需要的 但不是全套餐 就照顾在生命那里 其实 是啊 每个人都不同的 是啊 其实我很开心 Joby和嘉飞今天上来做分享 和我们说了这么多内在智慧的方法 是连续罗在智慧的方法 但其实呢 有些事情 譬如我们的听众都想说 你想问一下Joby 其实你有没有什么快速的情绪急救方法呢 可以给到少少意见 有 最快速的就是 静下来 拿起一支笔 拿一张纸 写下在你生命里面 有什么你感恩的地方 千万不要念口网 或者借着地写 水啦 阳光啦 有手啦 有脚啦 诸如此类 是真的用心地去写 例如全句句子 我感恩 我上星期去到马来西亚 有机会可以遇到五位不同的客户 我可以做这样可以这样这样 我感恩 虽然那个中心很吵或者怎样 但结局呢 都没有问题的 完成 我感恩整个旅途 我都很平安 回到来都很开心 诸如此类 只是这样说了一堆例子 如果最先你觉得比较困难的 你可以写十几项 但相信我当你开始写的时候 一切都会变得容易 而帮你自己回到感恩的心态 那个心境里面 其实我们每一个情绪 真的可以量度那个 能量指数 那个频率 大家都可以想象到 中则感恩的动作 有些什么情绪 簡單到在街上,今天地很乾淨 香港政府真的有派這些掃垃圾的人來清潔 否則就會有很多細菌,諸如此類的東西 簡單來說也是一個值得感恩的 例如我今天下街,有陽光,很開心 很開心,真的很久沒見過 但很多時候可能就是我們生活太過忘記了 太過我們叫做take it for granted 當我們回到那個有感恩的心境 有感恩的心情裡面 一方面幫我們提升我們的頻率 第二就是在這個這麼高頻的情緒下 你很自然就會回來了 你就會記起原來我有這麼多好東西 你會很容易開心,情緒平俗 就立刻轉了,好像轉了畫面 將畫面flip a flip 由這個很暗的,可能下去有一點光 其實我們習慣了,可能我們有很多不開心的東西 就會跟朋友分享 但其實簡單來說,這個方法就會不斷把你不開心的東西 重複,不斷重複 因為其實一切都是能量來的 你我,咖啡都是能量,桌是能量,瓶水都是能量 能量的特性就是什麼呢? 當你專注的時候,你就會創造更加多 如果你不斷說那些不開心、負面的東西 或者在腦袋裡不斷走 你越專注就會越創造得多 或者放大 是的,當你專注在值得你感恩的事情 你就會越創造得多 所以吸引力法則,可能之前嘉飛有說過 你在那樣感恩的狀況之下 你自然會吸引更多值得你感恩的事情回來 嗯,這個是最幫助自己的方法 因為簡單來說 最重要的朋友都是我們自己 其實我們自己走第一步 其實跟著的東西都會慢慢順著你 順著你 是的,我們很好啊 Jofie剛才說完就馬上記得了 是的,嘉飛你還有什麼特別想再問一下Jofie呢? 那我很有興趣,如果下次再有機會 我都想再,Jofie可以再分享多些不同的遊戲給我們 嗯,好啊,沒問題 是的,那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那我很開心,有Jofie 那麼多有智慧的分享 還有嘉飛一起在那裡,大家一起在那裡構成 我忘憶良多 是的 我相信我走出去這個錄音室之後 我應該是有點改變的 嗯,一定一定 我也希望每個聽眾聽到我們這一集的錄音之外 其實希望對你們的生命有一點點啟發 或者加一點點光下去 或者種一粒種子下去,看看它會不會發牙生長 是的,那 那歡迎大家對這集其實有什麼問題或者提問呢 可以是 可以發電話給我吧 我的網站都會在YouTube上面 我都會加上Jofie的網站 讓大家對她的工作 或者更加了解 或者你有什麼問題可以問我 又或者問Jofie都可以 記得這個是一個互動的節目 我都希望大家聽了之後 有什麼想再知道 都可以告訴我們 今集這個時間差不多了 今天做了三節 多謝各位收聽 我們下次繼續再聊 再見 謝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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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